文殊菩萨净化为狐仙去勾引秀才 秀才被勾引反而高中状元 文殊菩萨象征着无边智慧 曾发下誓言 只要你来五台山 我必见你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文殊菩萨实现的故事 故事非常精彩 请大家耐心看完 相传古代有一个名为王百姓的秀才 这王百姓虽然每日刻苦读书 但去参加科考却次次落榜 这让他每日都郁郁寡欢 后来他听说五台山的文殊菩萨 是专管天下学子的 便前往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 希望文殊菩萨能给他开治 王百姓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之心 便孤身光叫前往 王百姓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了五台山 但此时天色已晚 王百姓正苦于无处藏身之时 突然发现前方有着点点星光 王百姓走上前去 发现这是一户山村人家 王百姓敲了敲门叫了几声 此时只见一位白发老头过来 打开了大门 老头把他请进屋中 还给他准备了晚餐 吃过晚饭后 王百姓正准备睡觉 突然有一位长着狐狸尾巴的美丽女子 飘进屋中 这位女子妩媚地说道 公子孤身一人要去何方呢 王百姓抢装镇定道 我要去找文殊菩萨开启智慧 女子笑着说道 你要的智慧源在天边近在眼前 说着就开始对王百姓动手动脚 王百姓此时情迷意乱 只见她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号 便用力把女子推到了一边 谁知这女子并没有生气 反而高兴地说道 修了道 信了教 不修不造就悟道 女子说完便凭空消失了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王百姓抬眼看去 只见哪有什么房屋农舍 自己居然身处在一片乱世间 王百姓想起刚才的事 急忙起身继续前行 不多时她遇到了一位高僧 王百姓便把昨晚所经历之事如实相告 高僧听后笑着说道 你多年科考都无功而返 具体原因都是因为你心神不宁 科考时太过紧张所致 昨晚的女子乃是文殊菩萨所画 因为文殊菩萨曾发下誓言 只要你来五台山见我 我必会见你 文殊菩萨是在指点你 要你无论遇到何事 都应该沉着冷静 切莫慌张 王百姓听后告别老僧 返回京城科考 结果一举夺魁 从此高官后路一帆风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做何事都要心成 因为心成则灵 好 好 好